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焊 横焊 搅焊等焊接 焊枪摆动角度0到15度 可以实现较宽焊分的焊接 HK-100S自动小车 广泛用于船舶 桥梁 机车 钢结构 石油化工等行业 适合多种焊接结构的焊接 如加强金板 内板 交叉部位的焊接 箱形梁的焊接等 1.焊接前的准备工作 拆包 打开包装 仔细阅读说明书 按照装箱单清单清点配件验收 如导软 摆动器 焊接小车主机 控制电缆 电源控制箱 说明书 焊枪电缆支架 备用转接线 保险绳 内六角扳手 焊枪定锯滚轮架等 如果缺少配件或有损坏 请及时与供应商或华为公司联系 2.机器的组装 1.将焊枪定锯滚轮架 安装在横移尺条上 并锁紧 2.将摆动器 安装在机器的横移尺条上锁紧 3.将摆动控制电缆 与主机连接 4.将焊枪电缆支架 安装在焊接小车上 5.在弓箭距焊缝120毫米处 用十笔键段取五点 再将导轨平行与焊缝置于弓箭上 然后将每个磁铁开关置于暗位之后 检查导轨吸附是否牢靠 然后取出保险绳 先将保险绳穿过保险钩 并将保险钩挂于弓箭上方 再将保险绳穿过导轨下方磁缸连接块 根据导轨与弓箭距离 确定保险绳应锁紧长度 再用锁紧器锁紧保险绳 6.打开主机的离合手柄至离状态 将主机安装在导轨上 并停留在磁缸的正上方 将离合手柄至合状态 再将定矩滚轮架的调节手轮逆时针旋转 让定矩滚轮与弓箭表面相接触 7.将电器箱电源线插头连接好 当HK-100S焊接小车控制电缆 与焊机接口匹配时 焊机与焊接小车电缆连接方法一 将6芯孔插头与焊机上6芯针插座连接 6芯针插头与送司机6芯孔插头连接 此连接方法后焊接电流 焊接电压 点动送司均可在HK-100S面板上控制 且焊机受HK-100S控制焊接与非焊接 若HK-100S焊接小车控制电缆与焊机接口不匹配时 焊机与HK-100S电缆连接方法二 将备用转接线6芯针插头与6芯孔插头连接 备用转接线2芯插头与送司机2芯插座连接 此连接只控制焊机的焊接与停止功能 电流、电压、点动送司均由送司机控制 注意 方法二的连接是因为焊机与HK-100S焊接小车控制接口不匹配时使用 现象表现为焊机与HK-100S焊接小车连接好启动后 机器行走摆动均正常但不焊接 或者焊机与HK-100S控制电缆接口无法连接 三、参数及功能的介绍 开关按键功能介绍 一、电流连接方法一使对焊机焊接电流的调整 二、电压连接方法一使对焊机焊接电压的调整 三、收弧、无收弧对焊接模式的选择 当焊接小车选择收弧时 焊机也置于收弧焊接状态 当焊接小车选择无收弧时 焊机也置于无收弧状态 至中间位置非焊接时 小车将演示焊接轨迹、无焊接 注意 收弧与无收弧应与焊机设置保持一致 否则焊机焊接将出现两种状态 一、焊接小车停止时 焊机继续焊接 二、启动后 焊接一小段后焊接停止 焊接小车还正常行走 四、点送 焊机点动送丝不焊接 五、启动 程序启动 将按设置好的参数自动运行 六、停止 程序停止 机器行走摆动停止 焊接输出停止 七、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八、电源开关 主板电源控制开关 九、行走方向 焊接行走方向的选择 当开关至左位置时 机器向左行走 当开关至右时 机器向右行走 十、参数设置 选择要调整的参数 摆动角度 左停时间 右停时间 选择该项参数时 数码管为闪烁状态 十一、参数调整 无数码管闪烁时 向左行走速度加 向右行走速度减 按下参数设置按钮 进行摆动角度 左停时间 右停时间的切换 数码管闪烁时 加减作为该项参数的调整 十二、焊枪调整 作为摆动速度的调整 向下为加 向上为减 十三、焊接形式 对五种焊接形式的选择 四、显示功能介绍 一、行走速度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行走电机速度 在无设置选择时 利用加减按钮 可实时调整行走电机速度 二、摆动速度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电机速度 利用探枪调整按钮 可实时调整摆动电机速度 三、摆动角度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角度大小 四、左停时间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电机左停时间 五、偏移显示 显示中心偏移设定 六、右停时间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电机右停时间 焊接模式为直线轨迹焊接 梯形轨迹焊接 三角轨迹焊接 方形轨迹焊接 锯齿轨迹焊接 五、焊接演示及焊接效果 三角轨迹焊接 三角轨迹焊接 三角轨迹焊接